上面在田域上面那個 燈燈燈那個是鷹斑玉 跳起來了 還有一隻在田域上面 鷹斑玉小隻的 那是候鳥 桃園海岸線體無完膚 校長探 堂白鹿絕跡 這才叫師弟 對不對 西域 鷹斑玉 高橋河 好多鳥 這個是候鳥嗎 現在高橋河是流鳥 農田中密食的候鳥們 是他們在桃園唯一的棲地 工廠拔地而起 候鳥棲地不斷被破壞 我們這個土地傷害太多 太久 太多年了 如果能做一個富裕區 讓這個土地得到一個富裕 這邊 吳玉舟帶著我們走遍桃園海岸線 除了工業污染 海岸堆滿垃圾 綿延40公里 致力於淨灘活動 讓孩子思考環境議題 我們會叫孩子把垃圾結酒做更累 然後看看垃圾是哪邊來的 然後想想看 可不可能是我以前丟的 然後現在飄到這裡來了 OK 那時候來思考一下 鏡頭轉向大園內海國小 這是一座被工業區包圍的學校 校長許之賢愛鳥誠吃 長期推動賞鳥教育 透過認識鳥類 孩子主動關心自己的故鄉被污染 學校規劃的這個遊學路線圖 大致上都是可以有鳥礦 教室外牆吊掛鳥妝飾品 校園外牆也用鳥類馬賽克塗鴉 湯白鹿曾現身桃園蜜食 遭工業污染後已經不見蹤影 所以我們在推環境教育課程的時候 我特別把這個苗無種提出來 要孩子去找 我們要納入課程 如果可以找到的話 那它的背後的意涵就是 代表我們環境已經復甦了 變好了 還有回來 自己的家鄉如果可以更好 那我願意繼續的努力 把這樣的一個好的環境觀念 帶給我們的孩子繼續來做